这个时候的青豆苗大量上市 你知道到底在家怎样做入味下饭又好吃吗 首先准备一盒新鲜的青豆苗 去掉根部用清水给它清洗几遍 再准备提前泡泡好的红薯粉条加入老抽 少许的食用油给它拌匀 这样做出来的粉条颜色好看味道好吃 再准备两块钱的猪肉给它切成薄点的片 锅内烧水加少许的盐食用油 放入洗干净的豆苗给它烫一分钟 这样烫豆苗颜色发略营养不流失 烫好牢出锅内烧油放入肉片炒熟 放入葱花干辣椒炒出香味 来点酱油蚝油少来点老抽翻炒上色 加入豆苗放入提前泡好的粉条 加入盐鸡精十三香这小味等等就起来了 小火烧两分钟让豆苗和粉条更加入味 豆苗你就像我这样做 简单又下饭 喜欢的双鸡感谢大家